结婚25年后突然得知 丈夫婚前有过一段实实在在的恋爱关系 刘女士的心里产生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坎儿 因为当初家人介绍她和丈夫认识并在一起时 她还是一张从未有过恋爱经历的白纸 你当时是有男朋友还是没有男朋友 没有男朋友 谈过吗 没有 她一直以为看着老实木讷的丈夫和她一样 都是彼此的初恋 哪曾想 丈夫的初恋其实另有其人 就要给你这么多女孩上了这种当 然而最让她抓狂抑郁离婚的原因 还是婚后这些年 丈夫对初恋的念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本栏目由豪氏首席特约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每日坚果每日营养一品搞定 金牌调解指定健康饮品 均摇六种坚果 本节目由虫草菌粉金水宝特别支持 剩下废墟身体虚 虚了事实金水宝 节目继续 那个女的不是现在没有嫁到我自己本省吗 嫁到外省去了 有时候她会问起她结婚 她在那边过得好不好 根本就没有问她过得好不好 不要这样说了 我跟你说 我早就把她忘得一干净 根本就没有丝毫关系 你为什么这样说了 有一次前年她看到那个女的 我没看到 她就问我 她说这个女的还是这么年轻 后来吵起来的时候 我说难怪你还这样 对她好像就是 我说的 我说 给我是童年的 我说现在也老了这么多 像老太婆一样 难看 我不是这样说的 我多话也我也没说 她根本就不是这样说的 她就这样说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人呢 我说看到谁啊 她说就是 她就叫那个名字美 她说就是她的人 她现在还有那么年轻 那么漂亮 真是废话 不可能 不要说说她 别人说漂亮 我都不会去乱说 说了那你都要说我的 不要去说她 因为她这个女的 我经常会闹起来 我说不想跟她过 想跟她离婚离掉算了 她太触动我了 说些那些事 我真的是不敢说出来 说出来真的是 你们大家都觉得太可笑了 我就说跟她离婚离掉 有一次我儿子就这样跟她 跟我这样说 她说妈妈 你想离婚 我也理解 你要真的要跟她离 你要等我毕业了 等我成年了 你想跟她离 你就跟她离掉好了 你现在跟她离掉 我是可怜的 我没能管 我被我儿子收的这番范 我好像太触动我了 我现在我感觉 不知道该怎么走 还是理还是不理 尽管王先生百般解释 他早已放下了初恋对象 婚后对妻子和家庭 始终是忠诚的 可他不曾想 猛然知晓自己婚前 所作所为的妻子 就此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甚至提出离婚 对此 王先生既无奈又不解 调解员李津平 首先向王先生 解读了妻子刘女士 如今的心理状态 王先生 我第一次知道 一个结了婚二十多年的男人 可以因为对女人的不了解 导致自己婉结不保 你才二十多年的老好人白做了 愿不愿呢 你就不应该去说 尤其是不应该在生气的时候说 有没有人告诉你 一个人生气的时候 呼出的气和吐出来的唾沫 都是有毒的 而这个毒 一旦溅到对方身上 是没有解药的 我就想起来 我们小时候打架 学生和学生之间还小嘛 一生气 我们就拿那钢笔一甩 就把那个墨水甩到了对方的白衬衣上 然后对方就开始哭了 因为这个墨水想要洗下去 就很困难 丢掉嘛 就这么一滴墨水 不丢嘛 这滴墨水影响了整件白衬衣 你说这个难过 你能不能理解刘女士此刻的心情 理解 我完全理解 所以你不知道 你因为一时被她冰也好 或者是一时胡乱地 蒙了头地去解决问题也好 你所随嘴喷出来的话 和你随嘴编造的一些情节 为你事后埋下的雷 是一踩就抱的 你再想把它洗白 天天就不放 我就一起来了 就这样说了 所以这就是代价 你今天付出的所有代价 都是你的无知税 你的情商税 王先生未成一时的口舌之快 把该说的不该说的 都义工脑的向妻子刘女士袒路 非但解决不了问题 还加剧了矛盾 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错误 可现在错已筑成 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化解心病 挑起原理金平提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 显然对于这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 刘女士还是满意的 只是她无法走出 丈夫向她描述的婚前行为的阴影